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们 我是袁胖 今天我们来到了浙江的永康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实验室 今天我们这个发明人叫做硬跟法 他发明了个什么东西呢 批木头的 我认为这个市场不咋大 他说这个市场很大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样 英总 你好 杨老师 你好 你在干嘛 我在做这个测试 批材机的测试 这是你搞的批材机 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批材机 这是第几代呢 这是我们第一代新产品 以前传统是用斧头来批的 我们这个批材机利用螺纹 螺纹旋转的原理 螺纹旋转 然后带着这个锥形 把它往里面撞的同时把它撑开 为什么要批这柴火啊 这农村家家户户都在烧啊 包括农庄 农家乐 新农村的家里搞的土造的 不锐钢机成造的那些用户 是吧 这个群体还很大呢 会不会危险呢 没有 没有任何危险 前面往里面送 它这个螺纹它就自己往里面带 然后用这个锥形把它撑开 很简单一个道理 对 这么个原理 就开了 很轻松吗 这很轻松啊 哇 我感觉这是个天才想法啊 杨老师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会爱上批材 哈哈哈哈 我们公司现在开发的这个批材机 就是要替代斧头 让斧头也是成为历史 因为说很实在的 你一个人没有多少力气了 一个大的木砖 你斧头怎么批你都批不开 在我们批材机上就几秒钟的事情 然后我们这批材机设计开发生产的时候 前期就是调研 然后是用到农村家用的方向去做的 机器有小小轻电 体积不大 实用性很强 小时候还证明批过材 但是我们在研发产品的时候 我们自己体验了很多很多 斧头批我可以保守这么说吧 你用批材机的话 一个小时批掉了 我觉得斧头可能要用十天半个月才能批完 因为人是会累的呀 你前面几下你可能是效率很高的 三下五下就给你批开了 但是当你批了大概十分钟以后 可能就要休息一下抽根烟了 像你这个安保安排 非常安全啊 你木头推进去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松开啊 可以不用管它 它自己往前面拉就张开了 大小都可以批 因为可以很准确 你哪怕是批到很小的一条了 你要再把它批开 你只要对准 一送进去 它就自己往前面拉也能批开 从这么大的第一刀到接下去再把它越批越小 越批越小 能够批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宽度 都能批 所以我们呢 退一步给它设定为更安全的一个距离 直径不超于45公分 高度不超于40公分 这样子的木头也是最适合于农村他们使用跟烧的时候高度长度最适合的一个位置 好呀 以前都是用斧头的 现在一定是比较方便 好用啊 等力啊 效率也高啊 效果比用斧头要好很多很多 省力啊最关键是